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日本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动漫风云、宝可梦风靡全球 二,政治风波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剧 三,科技新发现 IPS细胞开启医学新纪元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动漫风云、宝可梦风靡全球 各位同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跨越时空 横扫全球的文化现象 宝可梦,或者如其原字的日语名称Pocket Monsters 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那些藏在口袋里 随时准备出战的小怪兽们 宝可梦的故事始于1996年 当时由任天堂、Game Freak和Creatures共同开发 原本只是一款为Gameboy平台设计的角色扮演游戏 然而,谁能想到 这个小小的游戏会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娱乐帝国呢 它不仅仅是游戏,还有动画、电影、卡牌、玩具、书籍等等 可以说是一个跨媒体的文化巨兽 宝可梦的魅力在于它简单而深奥的游戏机制 以及那些设计精巧、各具特色的小怪兽们 从火焰龙到皮卡丘 每一个宝可梦都有自己的故事、能力和进化路径 这让玩家们可以在捕捉、培养和对战中体验无穷的乐趣 而且,宝可梦的文化影响力远不止于游戏节 它的动画系列是许多90后和00后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那句《我选择你》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口头禅 而且,你知道吗? 皮卡丘那可爱的形象甚至被用作电气安全的宣传 因为它是一只电气型宝可梦 这种跨界合作也是莫谁了 更不用说,2016年推出的《宝可梦勾手游》 它利用了增强现实技术 让玩家们走上街头 像真正的宝可梦训练师一样捕捉宝可梦 这款游戏一度造成社会现象 人们为了抓宝可梦而走进了公园、博物馆、甚至是警察局 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安全和隐私的讨论 但这也证明了宝可梦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总之,宝可梦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或动画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它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线,连接了全世界的粉丝 从一个小小的游戏开始到成为全球知名的品牌 宝可梦的旅程证明了创意和想象力的力量 而我们,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 无疑是幸运地能够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奇迹 所以,准备好你的精灵球 去探索这个充满奇幻和冒险的世界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政治风波》、《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剧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日本政治的一段精彩戏马 《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剧 《小泉纯一郎》 这位日本政坛的摇滚明星 不仅以其独特的发型和魅力横扫选票 更以其改革的热情和手段震撼了整个日本社会 《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至2006年担任日本首相 他的上台可说是一场政治版的美国偶像 他不是来自主流派系 也不是靠着传统的政治游戏上位 而是以一种接近于民众偶像的形象 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他的口号是没有声誉的改革 这句话简直像是政治版的一切皆有可能 《小泉》的改革重点之一是 邮政民营化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因为日本的邮政系统 不仅仅是送信那么简单 它还掌握着庞大的储蓄和保险业务 可以说是一个金融巨兽 《小泉》先生要对这个巨兽进行手术 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他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党内同僚 那些受益于现状的政治家和利益集团 2005年 当小泉的邮政民营化法案 在参议院遭到否决时 他并没有像传统政治家那样 妥协或退缩 相反 他宣布解散众议院 并以我和邮政民营化对抗选举的姿态 向反对派发起挑战 这场选战 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小泉成为了主角 而他的对手 则成了反派角色 结果 小泉以压倒性的胜利 结束了这场戏 《邮政民营化法案》得以通过 小泉的改革 不仅仅停留在邮政民营化 他还推动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 包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 公共部门的削减 和规制改革等 这些改革在日本社会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称赞 他是改革的英雄 有人则批评 他是破坏传统的罪人 不过 不可否认的是 小泉纯一郎的政治生涯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戏剧 充满了激情 冲突和转折 他的改革剧不仅改变了日本的政治格局 也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使他已经退居二线 但他那句没有声誉的改革 依然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回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科技新发现 IPS细胞开启医学新纪元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 比科幻小说还要刺激 比魔法还要生气 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一种 能够让身体组织重生 甚至可能让人类逆转衰老的神奇细胞 IPS细胞 也就是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界的八卦 IPS细胞的发现者 山中深迷教授 他在2006年首次报告了这一发现 这比起发现新大陆还要让人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将普通的皮肤细胞 透过一些巧妙的遗传操纵 变成万能的干细胞 这些干细胞 就像是一张白纸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变成任何类型的细胞 心脏细胞 神经细胞 肌肉细胞 你说神奇不神奇 但是 这不仅仅是一场细胞变形秀 IPS细胞的发现 开启了医学新纪元的大门 想想看 如果你的心脏不好 我们不需要等待一颗合适的心脏捐赠 而是可以直接用你自己的细胞 培养出一颗新心脏 这不仅仅减少了排斥反应的风险 还能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 这就像是你有了一个生物版的3D打印机 需要什么零件就打印什么零件 当然 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挑战 比如说 如何确保这些新生的细胞 安全无物地融入我们的身体 不会像不速之客一样捣乱 如何避免培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突变 科学家们 就像是在玩一场高风险的生物版乐高游戏 既要保证结构稳固 又要确保每一块乐高都是安全的 不过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IPS细胞在治疗某些疾病上的潜力 比如帕金森病 糖尿病 甚至是一些遗传性疾病 这就像是我们拥有了一个生物修复工具包 可以修复身体的各种损伤 所以 各位 当你们今晚回家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想想那些普通的皮肤细胞 它们可能是开启你永保青春的钥匙 当然 这个钥匙还需要科学家们继续磨合 但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够在生物科技的帮助下 像换零件一样 换得新身体 那时候 我们再来开一场主题为永生不老的学术研讨会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不同的话题 从动漫的宝可梦到政治的改革剧 再到科技的IPS细胞 虽然这些话题 看似毫不相关 但它们都展示了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无穷可能性 宝可梦作为一个跨媒体的文化现象 不仅带给我们游戏的乐趣 还成为了许多人的童年记忆 而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剧则提醒我们 政治也可以是一场精彩的戏剧 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格局 最后 IPS细胞的发现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医学时代 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身体和健康的界限 这些话题虽然各有不同 但它们都反映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渴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和潜力的时代 而这些故事正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让我们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的精神 一起见证这个世界的奇幻和冒险 最后 我们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请问你们对于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宝可梦对于文化影响力的成功 有什么原因 你们对于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剧 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于IPS细胞的应用前景 有什么期待 欢迎留言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